HELLO 大家好 今天要來分享波勒的任務給你們看啦 首先這個波勒簽到版的獎勵 就是要到第四天才能夠領取的喔 再來這個要在海灘咖啡廳拍照區拍照 就是要在廣場這邊走過去 這裡已經有更新囉 超漂亮的一個景點 然後找到這三隻大娃娃 站在這裡 拿出你的相機 拍照下來就可以解囉 然後這個在海灘周圍的釣魚場釣貝殼 就是在這裡 這個池塘這裡 然後可以掉到這個天然的蛤蜊 還可以掉到這個薄荷的蛤蜊 掉到五個了以後就可以選這個任務啦 那這個天然的蛤蜊出現的地點就是在森林的池塘 還有這個黃色的蛤蜊也是在森林池塘 還有這個薄荷蛤蜊也是在森林池塘 再來這個幫助浣熊的任務要完成七次 就是找這隻浣熊啦 然後會接下一個任務是要捕捉逃走的花莉鼠 就是到露營場這裡啦 這裡就有一隻了 然後幫助花莉鼠就是找花莉鼠啦 然後他就會需要我們去幫他找 核桃 前往露營場 在地上就可以找到了哦 你們可以看一下大概位置在哪裡 總共要找到十個 好了以後交給這個花莉鼠就可以完成了 再來這個幫助波樂 就是找這個波樂哦 然後要幫他送一下東西 首先是這個吉他手 再來是遊戲小姐 然後是膽小鬼 這樣就可以拿到獎勵囉 然後這個吃看看在海丹咖啡廳販賣的食物 就是到咖啡廳這裡啦 這裡有東西可以製作 有三種 選一種製作就可以了 然後把它吃下去 然後把它吃下去 這樣就完成囉 這樣就完成囉 在這個製作海踏波樂的道具 去找這隻波樂 就會計下一個任務 要和碗熊打一個招呼 所以就是找這隻碗熊 然後就是跟著導引走就好了 再找這隻花莉鼠 然後再回來找這隻波樂 這樣就可以完成囉 在這個製作海踏波樂的道具 就是到製作工坊這裡 這裡有這個抽獎券可以製作哦 然後會需要這個波樂壁 波樂壁就是剛剛那些任務解完 都可以拿到的 然後還有這個碗熊的地瓜法袋 很可愛哦 但是需要一個特殊材料 就是這個黃色的蛤蜊 就是剛剛那個池塘可以釣到的 然後這個花莉鼠臉背包 也是需要這個薄荷的蛤蜊 薄荷蛤蜊就是在池塘可以釣到 還有這個桃子是在大型超市可以買到 再來這個碗熊臉的背包也很可愛哦 也是需要這個黃色的蛤蜊 然後這個巧克力呢 是在大型超市可以買到 還有這個波樂格尖屏風 這個超可愛的 會需要這個波樂的魔法 後面再製作給你們看 還有這個花莉鼠的格尖屏風 也是需要這個花莉鼠的魔法 還有這個波樂掛牆子哦 會需要這個波樂魔法 好接下來可以來製作這個抽獎券給你們看囉 完成囉 再來製作這個波樂的魔法 然後再來是這個花莉鼠的魔法 再來是碗熊的魔法 三個都做好囉 三個都做好囉 這樣就可以完成這個任務啦 然後這次的任務可以獲得獎勵 第一個箱子是抽獎券還有這個貝殼的髮夾 然後再來是抽獎券跟十顆寶石 還有最後一個箱子是抽獎券跟波樂滑板哦 接下來開箱第一個箱子啦 可以拿到抽獎券 還有這個貝殼的髮夾 很可愛哦 再來把貝殼帶起來給你們看一下哦 是粉紅色的貝殼 超可愛對不對 那這次的任務分享就到這裡囉 獎勵還蠻不錯的哦 分享給你們喜歡 請幫我按讚跟訂閱啦 下次見囉 拜拜 大家可以推薦 在晚上的話 有人說 就對了